哈囉大家好,我是喬寶 今天要來帶大家來提前看一下關於陸服的週年慶活動 然後順便也帶各位觀眾來解謎一下粉專發的這個文章 那就這個解謎來看已經可以確定陸服的週年慶活動台服是會跟進一波的 尤其又是暑假的到來,包括新車、福利以及新模式等等的 那各位就可以參考一下究竟這次的週年慶有多盛大 就一起來看看,那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這個部分一共有兩種解答 1. 最具邏輯性的北緯36度 代表著先前有透露過的真名山 那秋名山的山頂座標是36 這個是在暑假期間,週年慶的時候 有可能會上的新辦開放模式 那在這個地圖中,玩家可以自由的開車 然後也可以下車用角色跟其他的玩家互動等等的 目前所知的方向大概是這樣,但也不一定 有可能也只是關於秋名山的新娛樂模式 再來是第二點,免費360抽 關於這一點呢,有一半我是非常確定的 但另外一半則是不確定 確定的部分是,絕對會有免費抽福利 而且絕對會比年節的256抽還要更多 也還會有送零件的活動等等的 至於另一半不確定的則是,會不會是360抽 又或是代表有點長360抽的車子 那這部分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第一點比較符合條件的邏輯 那也有可能以上提到的兩點到時候都會一起出現 7月17號的新車資訊 這邊我收集到的資訊,一共有至少7台新車 那陸服6月20號開始就會陸續上新車了 但不確定台服是什麼時候開始喔 因為據說他們的活動是從6月20號去開跑了 但台服看下來是在7月才會完全跟進 那先給各位看一下以下的片段關於下台新車的資訊 最後加入全球限量10台的稀有標籤 反應後提取出珍稀屬性 頂級神車智取成功 將在6月20日上線巔峰急速 好看完之後我原本以為可以製作車子了 結果這影片企劃不知道哪找的 布加迪110 那這台C羅也有 那布加迪這台會率先登場 那這邊剛好也對應到了第一個國旗,法國 再來第二台 馬自達RX7 這台也是非常多人在期待的一台車喔 那這剛好也是對應到第二個日本國旗 喜歡日系車的觀眾們終於可以收藏啦 這邊義大利國旗 那台服有兩台候選車 同樣都是藍寶傑尼 那如果是跟進陸服的話 那就會是性能組的雷文盾 也就是影片中的這一台 但如果沒有 就非常高 非常高的機率是運動組的Diablo 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的第三點有個惡魔 有個魔鬼的表情符號 那也就是象徵這個Diablo的意思 那這邊要怎麼確定是哪一台的話 只能等後續陸服那邊有確定 這次週年慶的典長車是哪一台 如果典長車跟雷文盾無關 那台服基本上就有可能是Diablo了 奧斯頓馬丁火神 奧斯頓馬丁火神 那除了這次的宣傳動畫之外 這台車其實在一開始的遊戲動畫中 就可以看到聲音了 那如今終於要推出了 很值得開心的是 這台車到了巔峰級數 就變成神車了 之前呢 這一台在王牌叉叉裡面 根本是一坨 這麼帥的一台車 盡量給我一坨 那各位 這邊也要注意另外一個點喔 因為台服只有公佈國旗 同樣是奧斯頓馬丁的車還有英靈店 所以到時候一樣要看火神是否會去點長車 如果不是的話 那也有可能會先出英靈店 最後德國的部分就是B&W啦 B&W M6 GTR 我連M8都還沒有 會不會太過分了 再來還有一台賓士大G 這台就比較特別一點囉 據說會被派在新的越野主別 讓喜歡SUV系列的玩家們多一個選擇 那以上就是台服這邊的猜謎文章中 所有對應到的車輛啦 那我前面有提到至少7台新車 影片中還可以看到這一台 這一台車乍看之下 應該就是麥拉倫的MP4了 那同樣的這台車跟英國有關係 再來呢 這台很有可能是這次週年慶的免費金車 獲得方式還不清楚 但能確定的就是 這次週年慶是有免費金車活動的 但是不是這台我不能確定 好再來呢是免費金車的部分 目前不確定是會從這6台當中取免費金車 還是會除了這6台外 額外再新增出免費金車 那如果是以上這6台取的話 目前陸服玩家大多菜的方向是 性能組的雷文盾 或是運動組的RX7 那一共會有多少車時 還有時間順序目前都還不知道 目前陸服確定的只有6月20號的布加底 那其餘都還不清楚 最後這邊可以確定的是 暑假這次的週年慶活動 看得出來是非常盛大的 無論是以上提到的新車 還有至少免費256抽以上 還有鑽石、零件、金車等福利活動 還有半開放世界玩法 新活動模式等等的 感覺起來暑假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也看得出來是有努力在手下玩家 以及讓退坑的玩家回鍋體驗 那接下來還有新的相關資訊 我會幫大家整理好 好啦那以上就是關於這次的 週年慶活動資訊整理 各位有什麼想法也歡迎在留言區討論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還在努力的喬寶 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